就把这个螺旋扭松 把这个螺旋扭松 然后它这里就有一条信号线 把这个信号线扭开拔出来 然后这里有两条气管 在装飞的通关下必须要把这个气关掉 因为它这里面是有气的 把这个气关掉 关掉的时候机器上面是有你就没有气压了 然后像这种的话它下面这里有两条管 蓝色的是进气的 黑色的是排气的 所以要把这两条管拔掉 然后这两个螺旋松掉了之后就可以直接拿出来了 这就是拆推打 然后上推打也是先把它放到上面去 然后它这里是有个螺帽的 这里有个螺帽的 把这个螺旋对准这个螺帽把它锁紧 好 锁紧了之后 然后 然后就把这个气管插上去 蓝色是进气 上面这一排是进气的 嗯 黑色的是出气的 它下面这个 然后就把这个气图线插进去 好 气图线还是有方向的哦 插对方向的插进去 然后下一步就把这个这个要调适 要怎么调适呢 就把这个刀 把这个刀叉推出去 推出去了之后 把这个螺旋再打松一点点 然后把它移过来 要碰到这个料夹 它要碰到这个料夹 碰到一点点 但是就是说 碰到了之后 你这个手推 碰一点点 然后手推 它要能动 它能左右动 然后推出去的时候 它一定要碰到这个料夹 要碰到 这个料夹一定要动 你看看 这个料夹是动的 如果你说 你把它一调洗了 调洗了之后 它是动不了的 嗯 如果你调得太松的话 它是碰不到的 它完全是碰不到的 所以它是 必须要碰到一点点 推出去的时候 这个料夹要动 推出去的时候 这个料夹是要动的 看到没有 它动了之后 它这个还是有间隙的 看到没有 它这里还有间隙的 看到没有 这里有间隙的 嗯 然后就把它推出去 这个装夹搭的 就已经装完了 就这样了 好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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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